这个周末假日花莲南区艺文活动非常的丰富热闹 由县文化局邀请到国内知名的街头艺人还有马戏团来表演 精湛的演出大人小孩是看得嗨翻天 全场都没有冷场 在县文化局的邀请下南区民众大人小孩来到梦幻马戏团 跟着街头艺人一起去探险 红鼻子小丑耍杂耍 变化莫测看得民众目瞪口呆 剧团的互动演出 让台下的大人小孩也成为了台上的主角一起表演 全场尖叫声此起彼落笑声连连 演出毫无冷场 玻璃县文化局太平洋左岸艺书记玉璃一起玩 这个周末假日一连两天都有精彩的艺文活动 邀请国内外知名的街头艺人 团体到场演出 尤其特别融合在地地景特色艺术共融表演 令人耳目一新 整个一个表演的内容跟团体能够做一个很密切的 很活泼的很生动的一个互动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我看到大家小朋友大 每一个大大小小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满足 非常开心 我想在我们这个艺术圈啊 给每一位乡亲啊 这是身心里满满的一个收获 连续三年推动太平洋左岸艺书记的县文化局 分南北去进行 消弥花莲艺文活动南北城乡的差距 而今年以马戏团加年华的方式来呈现 带给大众不一样的表演艺术 相当受到大人小孩的欢迎 在明年的话呢 其实我们会针对这个玉里一起玩活动 再来把它做一个变化 我们预计呢会来邀请日本韩国 这些各地的一个街头艺人 我们希望说到时候获邀的一个对象 目前虽然还不确定 但是呢文化局设理呢 已经跟台湾街头艺人协会来做一个演出 那初步呢也获得局长的一个同意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 这个到公园来针对这些树木 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装置艺术 结合现地的一个地形地貌 让街头艺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 能够来做展演 我们希望说与你一起玩 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一个东西 不论是街头艺人的表演 深深聚场的演出 据国际水准般精彩的表演互动 和南区民众一起玩 共同创造无限想象的艺术能量 表演艺术无与伦比的精彩 记得时宇兰 玉璃正采访报道